同样是来自汐止的相关报道 汐止福德一路整天都有很大的车流量 上下班时间更是塞车 车辆多到不但是造成向道的车都出不来 危险性也是不小 福德一路159项的社区居民 就希望能够在路口设置红绿灯 接获成型之后在22号这天早上 市议员廖建良他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进行了会看 就是这个路口福德一路159项进去是社区大楼 居住人口不少 当然车子也多 只是每天早上出门 光是要过这个路口就要花不少的时间 因为福德一路主干道的车子很多 巷子的车子出不去 我们这个巷口上下班的时候 都是涌在寄在巷口 希望我们这边做一个红绿灯 这样子我们出去的话 交通比较不易阻塞 这样子车辆比较暢通 有个主干道就是福德一路 上下班的时候车子非常的多 包括伯洁设计的车子都从福德一这边经过 那这个159项的车子要从这边出来都没有办法出来 他们要求说在这个路口 159项的路口设置一个红绿灯 在接获成情之后 22号上午议员廖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看 因为不但尖锋时间车子出不去 而且要汇入主干道 车子相冲突也显向还生 行人过马路也不够安全 会看也要求设置红绿灯 那其实这边的车子很多 那之前有在这边发生过车货 我们现在交通局还有共同到现场来会看 他认为这边是确实有必要的设置 那其实要设置的地方 要找个适当的地方才能装设 不会影响整个交通 那么回去请顾问公司到现场来园役 设在哪个地方较为适合 完成之后我们尽快来把它设置 让这边的十路路口的乡亲 能更加一份的生命产产的安全 因为红绿灯需要找适合的地点设置 会看后也要求交通局尽快的沟通 增设红绿灯不但通行方便也行的安全 这场慧林细致采访报道